尽管下着大雨 也遭不惜独五万居民 期待已久的大日子 这也是此季和风灾居民 第三年的相约 小儿科的诊间 这位妈妈带着四个孩子来看诊 已经拖了好几天 因为看病一次要花300批索 十先生两天的工资 所以她说除了一诊不敢找医师 难怪扫病也要拖了再拖 为了减轻他们看病的恐惧 护理师拿起气球 立刻做出了造型 这对福奇党带着诊所护理师 一同海外译诊 因为五年的医学院教育 她是在菲律宾完成的 因为这个国家 她才让我有机会成为一个医生 Tacroban这边 有要办护诊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知道这个消息 我就知道了 我应该要回来 护诊团力同样为了护诊 宁可让诊所停诊的医师 为数不少 走出诊所来到第一线的 护诊现场感受是 在诊间看诊是很舒服的 在这边是感受到克难的幸福 李医师旁边的牙科助理就是自己的太太 还记得磨牙石那酸酸软软的感觉吗 一般人连打麻药都不舒服了 但这里是 在帮他们做补牙的时候 是没有上麻药的 可是他们的脸不红气不穿 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可是我看都很想要掉眼泪 同一个诊间 另一对夫妻党 带着儿子第一次海外议诊 全家总动员 让小朋友也一起来认识一下 说平常爸爸妈妈 就是说如果当志工的话 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里还有居民前所未见的中医针灸 医师的看诊是从病患的耳朵 听出毛病 这里没有窗明激进的诊疗间 没有舒适宜人的空调设备 也没有任何金钱报酬 只有以病为师 用生命走入他人生命的 人以使命 大爱新闻无知一张略嘉 都如万宝道 都如万宝道 没有对 trees 保留